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奇异世界的影片 欢迎你订阅HandHandTV 顺便按一个小铃铛 如果有影片更新的时候 你会第一个时间收到通知的 好 我们开始吧 所谓鬼上身也叫附身 是一些灵体附身在人的身上 由于是两个灵体争夺一个主体 因此会发生手脚不受控制 一直在狂叫 但是里面大部分是没有内容或者是意思的 严重的甚至会发生手脚抽筋或电弦 来 让我们看一下 东方国家的鬼上身和西方国家鬼上身的视频吧 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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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是有看过鬼上身的一个人 其实那个人就是我的三伯 以前我不大相信这一个鬼上身的东西的 直到我亲眼看到的时候 我三伯平时会在房间里面自己对着空气讲话的 那时候我会以为他是 他是有点 就是有点那种 直到我婆婆去世的时候 在打灾的晚上 只要他的双手一拿着箱 他就开始给鬼附身了 而且直接就是在我的前面 我们全部都是盘系坐在地上的 然后他就是就在我这里 就在我这里而已的 然后他发生鬼上身的时候 就是这样上 然后一直在 他不会说狂叫那种 但是就是会手脚不受控制 然后整个人就倒在我的脚那里 然后我其实吓傻了 我不会走啊 那时候 那当时就有一个对于鬼附身 比较有经验的一个 安可 他就过来按着我的那个 三伯 然后练一些咒语 然后过后他就清醒了 直到那一个时候 我才真正的相信 有鬼上身这一回事 也有认识的一些朋友 是有阴阳眼的 或者是有灵媒体质的朋友 他们会对于这些东西非常的敏感 老实说我也曾经怀疑他们 究竟是不是真的 或者是他们想特意做一些东西 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或者是那时候我也会以为 他们究竟会不会是精神分裂的 因为有时候他们在一个地方 突然间笑笑笑 突然间一下哭了起来 当你问他的时候 你究竟是什么事情啊 他就不会 他就不打你的那一种的 那时候我会觉得 他是不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 引起我们的关心啊 等等的东西 可能这些人 他就算真正的说出来 也没有多少个人相信他吧 或者会直接认为他是神经病的 那我们说的鬼上身 我们来说人格分裂症 所谓的人格分裂症 就是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就是在一个主体里面 有不同的人格在里面 那大家有看过一个叫Split的一个电影 他大概有解释一下所谓的人格分裂是怎样的 意思是在一个主体里面存在多过一个以上的人格 这个东西会常和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是会混淆的 多重人格是每一个人格都是正常发展 发展完整稳定 此时原本的人格对于这一些东西都是有意识和有记忆的分裂出来的人格 每一个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这个称之为共存意识 但是鬼上身就不同 鬼上身就好像是一个CD弄里面放两个CD在那边 他们就互相的针那个主体 所以他就会发生好像跳针的那种情况了 那会有些什么人会特别惹起这些灵体的呼声呢 第一和灵体有着共同的思想和想法 不过大部分都是消极的想法 或者是比较负面的想法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是非常乐观的话 他会被灵体复生的几率是非常的低的 像是一个收音机一样 如果你的那个频率是跟他一样的话 他会找到你的 但他为什么会要复生呢 因为灵体不能做什么 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肉体 他们只能靠有肉体的你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 第二天生灵媒体制的人 他们也称这些人为代天命 他们天生可以感应到灵媒体制的人 甚至可以看到鬼魂 我身边也有这一些人 有时你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是跟你笑笑笑笑笑 谈天的时候突然间脸色一变了 那你就其实可以猜得到他看到了一些事情 但是他不想说出来吓到你们的 第三主动造了灵体 人不犯鬼鬼不犯人 但如果你打开门邀请他进来 他就会引导进入你的体内 像是蝶仙 招魂和一些招惹恶灵 或者是灵魂的仪式 最好不要尝试去玩 灵体其实是带有遗憾的灵魂 就是生前有些事情他还没完成的 或者是有些心愿还没了 所以我们的人生中不要怠慢 有梦想的话就及时去追求 人生只有一只 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 珍惜时间 还有珍惜你自己的人生 好今天如果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曾经看过 或者是本身是有这个灵魅体制的人 或者是曾经有身边的朋友 鬼伤生过的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分享你的经历 好我们下一个奇异世界见 拜拜 拜拜